好 那么继续回到台湾来看到台中市交通局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没有办尾牙改发超商的商品卡 来给停车管理处的员工 每个人会有600块 但是有这个员工拿去消费之后 发现说这卡不能用 而让员工相当尴尬 也非常难以置信 认为说这市府发的卡片 难道是假的吗 不能够用 交通局赶紧来调查了 后来发现原来是 发放的这200多张卡片当中 忘记开卡了 所以员工才会刷不过 陈小姐到超商买东西 用商品卡结账 店员当场拆开包膜 磁开封条一刷 陈小姐当下不敢相信 因为这商品卡是市府发的卡片 而且全新未拆封竟然不能用 陈小姐赶快又拿出另外两张 全新商品卡请店员刷刷看 这都写停用 三张全新卡片全都不能刷 陈小姐尴尬得不得了 好险身上有现金赶快改现金结账 陈小姐说市府发商品卡 是因为疫情取消半尾压 改发商品卡补偿 停车管理处有200多位员工 每人发600元 8号发放商品卡 但10号员工拿去消费 卡片竟然是停用状态 停车管理处说因为购买商品卡是超过10万元的采购案 所以要传真卡片序号给超商开卡 承办人员收到卡片时 急着发给同仁忘记开卡 才导致过卡不成功 对结账失败的员工感到抱歉 目前已经补传真 完成开卡手续后 卡片就能用了 华社新闻 熊华阳宗颖台中报道